警方搜出大量的现金 全都是诈骗集团的不乏所得 刑事局破获诈骗集团机房 逮捕五名成员 清一色都是19岁的九年级生 平常假冒高富帅的单身男性 随机在交友软体寻找亲手女攀谈交往 再趁机引诱被害人出钱投资虚拟货币 其实一切都是一场骗局 冒用帅哥照片在交友软体 去找寻年轻女性进行谈谈交往 等到被害人卸下心房后 再以有投资虚拟货币之兴趣 为话题 引诱被害人加入虚拟投资平台 进行入金的动作 被害人入金以后 扎棘集团就会去创与被害人的获利相关指数 然后吸引被害人的注意 然后让被害人可以加大力度 增加投资金额 然后被害人想要出金 破例了结 扎棘集团再以各种报处去拖延 或者是直接断绝网来 封锁相关通讯难题的部分 致使被害人遭受损失 那本案到目前大概清查有 九名被害人 那从搜索金额大概四百八十万左右 警方表示过程中被害人所看到的涨跌数据 全都是要诱使被害人 投入更多的资金假象 而所看到的获利金额也全都无法兑现 而目前清查至少有九名被害人 损失金额达数十万到百万元不等 呼吁民众使用网路交友社群软体 千万要谨慎小心 以免落入诈骗陷阱 记者李奇慧台北报道